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天天姐姐 今天呢我给你们带来的就是这个玩具 DIY洗发水 那么今天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宝贝 你一直写作业写到这么晚呀 是啊 妈妈 我好困 真是太乖了 写一会儿就睡觉好不好 妈妈现在去给你拿点水喝 好吗 真乖 宝贝 妈妈给你切了一杯果汁喝吧 谢谢妈妈 好好写啊 一会儿写完记得赶紧睡觉听见没 走吧 哎 终于写完了 已经十二点了 但是我还是想玩会儿手机 天天 你写 妈妈 你怎么现在玩手机呢 你写完了吗 写完了 那你也不能玩手机啊 快快快 趁热烦你学校听见呗 我才不听就要玩手机 玩儿 妈妈 我双手不让你玩儿 能不能快点睡觉 我就玩儿一会儿 你头包就剩这么两根儿的啊 再玩手机就没有了知道不 你玩儿 快点 快打呀 嗯 快看左边来 右边 右边 都未经两点啊 我怎么又开始掉头发了 我的头发怎么越来越少了 乒乒乒乒乓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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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困啊 又玩了一宿的手机 又要去上课 为什么掉了这么多的头发 算了 不管了 我要去上学了 终于写完了 好 看看几点了 十点了 已经很晚了 但是我还是想玩玩手机 那我就玩十分钟吧 好疼啊 已经两点了 我明天还要去上学呢 不行不行 我得赶紧走了 天天 妈妈 你看妈妈给你拿了一个可爱的假鸭筒 妈 你什么时候来的 这个你不能吃 这是天天的假鸭筒 你按不上你的鸭 嘴十分不合适 妈妈 我是天天 天天 你这头顶怎么了 你这头顶怎么了 我头发怎么了 这么白 你是不是又熬夜了 我又是又玩电话了 我有白头发了 我刚没跟你说过 现在头我是白 再玩下去再熬下去头都秃了 你妈我这么年轻 一根白头都没有 你看看你 满头白头发 你看看你 满头白头发 气死我了 完了完了 我长白头发了 我不能玩手机了 但是 我还想玩一会儿 就玩一会儿 就玩一小会儿 天天 快起床了 要上学了 爸 你怎么在庆庆这儿 天天 妈妈 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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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头发没了 你知道吗 你头发没了 我头发没了 天天 妈妈 我的头发没了 怎么办 妈妈 太可怕了 你是我的女儿吗 我头发没有了 妈妈 你肯定是好咬的 怎么办 怎么办 没事没事 你放心啊 孩子 妈妈去给你讲办法 等我 我的头发没了 皮卡丘 皮卡丘 精灵 精灵 能帮帮我吗 怎么了 发生出什么了 我有一个女儿叫天天 她年纪轻轻头发就没了 头发没了 因为她总是熬夜玩手机 这样的话她的头发就已经脱了 刚开始是变白 现在就一点头发都没有了 小小年纪怎么能这样 我就说你们这些家长 可以让孩子玩手机 但是一定要适度的玩 可以过度玩手机的 你说的对 那怎么办 怎么才能让她的头发长出来 我不想让她长大之后 跟别的小孩子比她没有头发 今天你还是正找对了人 我还是用一个办法可以帮助你 就是这个 神奇的洗发水 她可以干嘛 这个我就不告诉你了 你先出去 我要对她施加一些魔法 做好了以后 你的孩子就可以长出头发来 谢谢您了 我的孩子就拜托您了 去吧 嘿嘿 摩里摩里 蹦 现在神奇洗发水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有洗涤剂 柔顺剂 玫瑰味的精华 还有气泡 还有增潮剂 还有我的工具滴管 现在我要拯救天天小朋友的拖发啦 首先呢 我要在凉杯里面放15毫升的水 然后呢 我要倒入8毫升的洗涤剂 和3毫升的柔顺剂 然后呢 我要加入1毫升的发泡 和2毫升的增筹剂 好了 现在我要把它搅拌起来 最后再施加一点 我皮卡精灵的魔法吧 啰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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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啊好香啊 我一定要給它多滴幾滴 然後這女兒變的香香的 滴吧 可以啦嗎 好了 哇 慢酒 慢酒 快去擇舊天天吧 好 謝謝你 太感謝你了 拜拜 唉唉 別讓孩子熬夜了 唉呦玩生機要適度啊 寶貝 媽媽給你找到方祕 可以解決你的頭髮了 什么方法呀妈妈 你看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小精灵 用给我调出的洗发水 这是什么洗发水呀 香不香 味道香香的 有个玫瑰的味道 这个是一个小精灵 调出的洗发水 洗完之后 你的头发就可以长出来了 真的吗 嗯 那我要去试试看 这个就是妈妈 从小精灵手里 给我拿回来的 神奇的洗发水 听说用的就会长头发呢 我要赶紧试一下 嗯 白白的滑滑的 好香啊 我要赶紧试试 哇 不知道这颗神奇的洗发水 能不能真正的 把我头发变出来 好希望我的头发 马上就长出来呀 哇 我的头发真的长出来了 妈妈 怎么了 宝贝 你看 我的头发真的都长出来了 这太神奇了吧 这个洗发水 但是你不能依赖这个洗发水啊 你一定要做到晚上 不能熬夜 不能再玩手机 要不头发还会掉光的 嗯 我知道了 嗯 今天的故事呢 就到这里了 小朋友们一定不要学习 故事里的天天姐姐 一定要听妈妈的话 不要熬夜玩手机哦 不然就会变成秃头的 好了 一定不要忘记订阅 新魔力玩的学校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我们又来读留言了 好我先读 嗯 在一期这只调皮的苦红到底是谁呢 视频下面有一位像 买茶鸭的小粉丝评论道 对了 我想在这里说一下 我想谢谢新魔力玩的学校 是你们给了我快乐 谢谢 还有你们这么辛苦的拍视频 一定要小心身体 多加休息哦 哇太感动了 我希望呢 小朋友们一定也要小玩手机 多保养 保养你们的眼睛 对 注意眼睛 不要得近视哦 对 也要多多关心你们自己的身体哦 嗯 我在《隐身衣透明人》的故事这期看到一个叫做 爱打篮球的康钱 是念钱吗 嗯对 这小朋友留言说 我看新魔力玩的学校已经三四年了 也就是说从开始一直到现在 我把你们的喜怒哀乐都记在脑海里 每一回不高兴的时候我就会看新魔力玩的学校 因为那样让我的心情非常的好 总之只有一句话 祝新魔力玩的学校的每一个人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每天都非常的幸福 哇 你看我们的视频有三四年了 竟然是铁粉啊 是呢而且我也收到了小朋友对我们的祝福 我会替你传达给其他姐姐的 也祝小朋友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嗯 然后呢我又在一起搞笑DIY巧克力比试的视频 下面有一位叫刘燕伟小粉丝评论道 你们仔细看 真的吹蜡烛的时候用嘴了作弊了 我并没有作弊啊 我可能是吹蜡烛的时候下意识的渣嘴吧 但是我在这里发誓跟小朋友保证 真正班长并没有作弊 我不是作弊的人 我可以替真正班长证明 我再有一期叫做你的朋友向你借东西你会怎么决定啊 这一期 有一个叫做刘和英的小朋友说 我想看多人游戏了 你们可以拍嘛 哦 在这里我告诉你 小朋友我们已经拍了好多期的多人游戏了 会在最后的日子里陆续的上映 小朋友一定要记得关注哦 对那今天的这个留言就读到这里了 拜拜